今天我们来画热带植物的叶子 我们会用到的色铅笔颜色有 黑色、黄色、抹茶绿 带蓝色调的深绿色与绿色 这次的叶子是参考自百合玉的叶子 长长的叶子尾端尖,底部稍宽 有明显的叶脉纹路 左右两边的叶脉成对称状 因为叶面高低起伏的关系 让叶子边缘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波浪状 我们先用铅笔来画草稿 取叶子最明显的特征来画 为了增加画面的趣味感 我们让叶片边缘成波浪状 叶子的尖端让它有点卷曲 接下来叶脉的部分 就简单的画出曲线 并让左右两边对称 在画比较长的线时 我们可以分段绘制 然后再把线断结起来 这样会好画许多 像是叶脉中间长长的线 以及弯曲的两侧叶脉 我们就可以分段绘制 再结起来 这样会比较好控制线的形状 我们在画草稿的时候 可以重复勾勒线条 之后再把不要的线段擦掉就好 最后做一下画面的调整 这样线稿就完成了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把影片暂停 慢慢完成线稿 现在开始进入上色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 一般款的色铅笔 有时候显色度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画了很多层 还是觉得颜色偏淡 这时候除了加入深色的笔使用 也可以增加画面颜色的对比 也就是颜色最深处 跟最亮处的明暗色差 让整体画面颜色看起来不会那么淡 因此 在这片绿色的叶子的上色 我们会搭配不同的深色笔来使用 首先我们先从黑色开始 这次上色的简单原则是 左右两侧叶脉线条颜色最深 往上渐渐变淡 然后靠近上面叶脉线条的时候 颜色再稍微加深一点点 让叶脉间的叶子 看起来有高低起伏的感觉 我们从黑色开始使用 先勾了一下叶脉的线 然后往上刷上淡淡的颜色 做出漸层 记得这边的黑色只是辅助用 不要一下子上得太深 观察大自然中的叶子 有时候叶脉的纹路也会有深有浅 而叶脉间的颜色也不总是均匀 所以这边我们勾勒叶脉线条的时候 也可以随机让部分的地方线段颜色较深 之后叶脉间的漸层上色 我们也可以做出变化 让颜色不是那么均匀呈现 叶子边边的波浪状 我们让波浪的下缘颜色较深 这样就像光线从右上方来 所以影子在左下方的感觉 使叶子的颜色有些光影变化 看起来更加立体 从黑色勾了碗叶脉 跟做出小小的间层后 我们在黑色上面盖上抹茶绿 让这个深色区的颜色成为深抹茶绿 完成后我们再叠上绿色 并往上延伸到浅色区 当接近上一层叶脉的下缘时 再顺着叶脉加深一点颜色 让这个凸起来的叶面 看起来好像又要沉下去的样子 透过层层的间层上色 叶子看起来有点像是层层凹凸起伏的洗衣板 接着我们再用黄色 刷在叶子颜色最淡的地方 最后我们拿出带蓝色的深绿色 在叶片颜色最深处去做点缀 让叶子深色处带点鲜艳的色调 以上就是我们上色的简单步骤与颜色规划 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叶片其他部分的上色 刚刚有提到叶子的颜色布总是那么均匀 我们这边在叶脉间叠加绿色的时候 可以随机让部分区块的颜色较深 最后我们再刷上黄色时 就会让整个叶片的颜色带有活泼的深浅变化 当然如果你想要 也可以在上色时加入自己的想法做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也能成功地发出今天的热带植物叶子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有个愉快的绘画时光 我们下次见